只是有看到你的Video 然後因為我是老人 每個人是年輕人 然後蠻感動的 而且很想要參與這樣 那我本來是 沒有因為沒有要特別講的嘛 我想說要買一些東西在這邊吃 那我也不知道說 這邊可不可以吃這樣 這邊可以吃嗎 我沒有說我自己要吃 那我現在有經過的時候 我會帶一些好吃的東西過來 那就謝謝你們的辛苦這樣子 然後為國家 那就真的蠻感動的 那希望說 能為這個國家社會 你給我力量嘛 然後我就感動 然後我希望能夠回饋這個國家跟社會這樣 那我年紀也蠻大 已經快60歲了 所以就希望說 我做一些事情 那我之前我有 我有參與一個 一個 國家 什麼 討論平台 然後我有 寫了一個 就是 有關於住宅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好像 然後 都一直抱怨嘛 都一直抱怨嘛 抱怨說就是 年輕人沒有一個 比較買得起的方式 所以我就 有參與 那參與 後來我才知道說我的 方向可能不太對 就是我起來太籠籠了 然後沒有一個方向 那變成說 參與的人沒有很多 OK 對 那我的題目是 我好像就寫說是 有口罩國家對 為什麼沒有住宅國家對 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標題 那就希望說 年輕人嘛 因為 因為好像 對 他們 這個 這個 在 在我們這個 台灣來講的話 是 我覺得是 第一個重要的 東西 所以其實 目的還是 有點像現在社會主宅 其實租得起來 不一定是用賣的 對不對 對對 對 我覺得 國家 因為 鄭偉是 為這個國家做事 然後 我們就 我在 因為我有女兒念書的關係 所以我有去 紐約 然後我發現他們 租的 租的這個 跟買的 我之前 因為他是 他是要考 資料 然後 去那邊念 然後 總共 簽約後 待了大概快十年 所以 在紐約 然後 我們 我跟我太太常常去陪他 然後 因為是 一開始的時候想要買房子 那我後來發現說 事實上 紐約的房子 跟 跟台北的房價 還是 不會比較貴 對 就差不多 對 我覺得是 我的感覺差不多 那豬的話 當然是有比較高一點 那 但是 品質不太一樣 所以 我會覺得說 就 我們台灣這一塊 什麼都很好 對 那 那 就是公共國家 住宅這一塊 是不是 我們國家可以努力一下 這樣 那 我也不知道從哪個地方著手 所以 我就從 那個 不是 不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後來我看到也有 一百多個人支持你 你已經看到 我每次都很 很訝異 為什麼你的速度很快 然後桌面也都很 你自己的office桌面也都很 很整潔 都在電腦裡 對 可是很訝異 也會 因為 我們一般人 不是 尤其 我不是那種 資質很高 從小 從小好像 都在放牛班 或者是 根本就是 老師 就是放棄的 那種體制 上來的 那 而且我們小時候是 父母親 拜託 拜託說 老師來 多打一下 這樣 我是打到 那時候會覺得說 人生 我們那個時代 就管教比較嚴 很嚴 然後就打到 是 每天早上都不太敢去上學的 那一種 我是在 在嘉義 就是不太敢上學 那種 很有壓力 那 我記得有時候 要上學的時候 都會 學了說 我為什麼不是一隻狗 因為我們家的狗 不用上學 那我要去上學 我要面對 老師會打 其實打得很兇 而且 父母親還 還很高興 你那個 說得比較累 那時候都是說 家長自己打不下手 要老師來玩 對啊 其實家 家長也不是說 不愛小孩 但是那個風氣就是這樣 就是你隔壁都在這樣的時候 自己很難 每一半都這樣 然後英文數學 都是這樣打出來 確實 那自己支持又不是很好 所以 所以我很羨慕你 你這樣子好像 稍微瞄一下 然後 稍微看一下 然後 而且 東西都 精進油條 這樣子 我是覺得 我今天來 是求智慧 是不是 我跟我朋友講說 唐鳳 有些人不太知道 我說 你就把它想成是菩薩這樣 就是 跟菩薩是畫本好 我是真的這樣子覺得 就是 有大智慧嘛 那菩薩也好像 心別好像也模擬這樣 都可以啊 對 然後 然後 有求必應 然後法理五變 這樣子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 因為我是看了很多你的YouTube 然後看了上千個 上百個之後 然後我都會 有一個結論 是 那放在我心裡 那 真的 也 今天沒有 真的沒有說 特別要講什麼東西 那我很怕 就當不了你的 你的功夫 你是住天母嗎 沒有我住天母 住天母那是有點遠 對 還好 對 那 本來是想說 就是 買一些東西過來這邊吃 這樣 我知道你喜歡吃油飯 然後你 對 有 有 有 講一下 我們那邊有很好吃的 是 那我今天 我事實上我有去買 我在那個市中市場 我也有去 就我要買的 好像攤位 早上出來 下午沒收起來 是 然後有一個 它素食披薩 差好吃 嗯 然後我想買 我這樣排隊 沒關係 有這個心意 我知道 謝謝 沒有 心領就好 對對對 但是也歡迎拿一些合國 這也是之前的拜訪者 哦 就是可以在這邊吃 可以吃 那我下次有經過的時候 我可以吃 拿過來這邊給你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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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如果還有 你有什麼 有事情的話 你可以 我是還好啊 像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 社會住宅的那個概念 現在就是 包含包住代管 或者是 各個縣市場 我們在建啊 等等 但是確實是 要看它有多少 土地或者多少 財產的事物 這政府到底有沒有在做 對 有 如果去找 沒有 可是我覺得整個 對 比方說科幣來講的話 我們期待它四年 現在會做的都是 可是 好像整個台北市 沒有 我沒有看到 有什麼 社會做的 而且房價還是 還是很高 對 那這裡有一個 很有意思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台北市它本身的那個密度 或者是它集中的程度 已經相當高了 所以其實它能夠做的 可是 可是有一點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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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沒有土地 土地很多 很多 你是你要不要蓋而已 嗯 你像這一塊就很大 很大塊 那你要蓋 你要蓋 事實上你要蓋個101也可以 嗯 就是 就是政府有沒有要做而已 我理解 我理解 不是說 不是說沒有土地 然後沒有 我剛剛說到紐約 因為 我們 我們 我們家女兒 她總共在兩月 換了三個地方 那 後來我才發現說 他們的 他們的租 是有一個公司 而且公司還在美國 還可以上市 然後他們都是管理 對啊 而且管理很好 對啊 所以我剛才說的包租代管 就是一種行業 對 所以我講的是說 等這種行業 它興起 其實在台灣也有一些 有在做包租代管業 那這樣的話 市場他自己就會有一個機制 去把那些現在比較閒置的 或者是說 要租出去 我還要管房子很麻煩 就是他自己有一戶以上的這些人等等 這些他比較屬於私人 不是國有財產的 也可以加入這個 比較讓年輕人能夠租得到的這個行列 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確實 它比較像新北 它的地方面積就是比台北多 那所以我們看到 像林口啊 或者這些地方 它出現就是大片的社會地帶 它相對上來講 就是它可以 一下子就把那邊的生活體驗等 都把它規劃 像我自己就是 外婆啊 現在都在那個淡海形式陣 對 也是類似的一個情況 所以 我是覺得台北 就像你說的 是有空間沒有錯 但是這個時候就比較 還是要靠說 不一定它本來產權 是在政府手上的土地 或者是房子 而是也包含私人的 也要加入進來 那像包住代管業 我覺得就是一個 這兩個中間一個橋樑 你剛剛說的包住代管 那等於說建物跟土地 還是就是全部都是私人 它可以是私人的 也可以是公家的 然後也就是我 我就是邀請這樣子的 就是您剛剛講說 專門的管理的這種公司 那但是它的就是 代管的這個業者 也可以幫忙來 每一個這樣 所以就是說 包住代管這個計畫 如果你用這四個字去找的話 是可以看到就是內政部有 包含對房東的補助啊 對房客的補助啊 如果房客是弱勢的話 還可以就是補貼啊 然後它的租金等等 所以這個是內政部有這個政策 只是說 如果你在實際看到的時候 覺得說 那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或怎麼樣 其實都可以直接跟這些 不管業者還是內政部 都可以來提出你的看法 那這樣就比較聚焦 而且如果你提一個具體的提案 也比較容易會有五千人 對 我覺得是太籠統 所以就是這樣 沒有 但是就是說 事實上 我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我也沒有辦法發動一個 那沒關係 你也可以在上面看別人的提案 就連書 加入就好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對 那 就 剛剛說到的 比方說 你剛剛說政府不是沒有在做 對 而是有在做 可是這個離這個需求 對 這需求就是現在 沒錯 那像口罩 口罩就是 立刻就 立刻馬上就動起來 沒錯 就國家會動起來 那我覺得是 好像是國家認為說 住宅這個東西 這不是很重要 就擺在那邊 那你就是 有包租貸管 或什麼 就慢慢 讓這個社會慢慢形成 可是如果是拿口罩來講的話 如果是慢慢形成的話 這個是很好 也是要很 就是我是覺得說應該要 要把它認為是一個很 很急迫的東西 然後馬上就可以動起來 就像你說的 這個刷金融卡是 對 是社會主委 那口罩 國家就等於是 共產社會主委 效率很好 完全是分配的 效率超好的 是 所以有時候在批評說 對 對啊 然後事實上他們是 效率很好 我想批評對岸 不是批評他們的效率 是批評他們 很容易就被 抱歉 對 喂 喂 沒有還在講 抱歉 我等一下 好 拜拜 嗯 是 就是 大部分不是講效率 而是說像李文亮醫師說 那華南海鮮市場可能有SARS 但他那個言論是有救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我們沒看到的 就不是防疫 但反而在武漢 他言論就傳不出去 很多不是在講他們的效率的問題 是在講言論自由啊等等 對啊 對啊 就是 就是 他們那邊根本就沒有 YouTube也沒有 然後不管美國 你怎麼活 就是 一個 就是 共產社會主義國家 你沒有辦法去接受那種制度 但是我是說 它有它的優點的地方 有一些部分 我們也許可以 就是在特定的事情上 就像口罩 口罩整個東西很快 馬上就 就動起來 然後就一致 然後馬上就可以生產 就可以投入 那如果是 國家把它 這個住宅這個東西 當作一個很 很需要的東西 那馬上就可以 解決年輕人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 蓋新的 它無論如何 房子蓋好都要時間 但是如果 現有的空間 可以讓它都能夠租出去 那等於一下子 就得出很多空間 所以 只住不賣這個方向 我覺得是沒有錯 而且 內政府其實也是 同意你的這個看法 我覺得是怎麼樣 再把這個 擴大 讓它能夠碰到更多人 這個是比較重要 因為很多房東 他以前也沒有碰過 包租貸管的業者 他也不太知道 這個制度怎麼運作 甚至還會覺得說 那會不會繳稅啊 什麼之類啊 那但是 所以包租貸管 只是就是 針對目前舊房子的 現有的 現有的 可是那個可能只有 一個房間 兩個房間 好像是蠻少的 嗯 也還好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他是不想要當房東的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當房東 比較麻煩 對 那現在是說 怎麼樣讓這些人 都了解到說 包租貸管其實 並不麻煩 在這件事情 那這個倒是 馬上就可以退化 比起蓋房子來講 很快 那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比方說 有空地 假設是在這邊 我知道 我也見 然後呢 讓 讓銀行或什麼 是所有權人 對 那土地是國家的 對 跟大陸一樣 感覺國家永遠不會 然後 然後 出資的人 可能是 是銀行 或者是企業 那馬上就可以蓋 那蓋 事實上蓋房子的成本 我知道 是蠻低的 嗯 他在台北市的話 一瓶十萬塊 一定很好 已經很 就是一瓶十萬塊的成本 已經很好 對 那這樣子整個蓋起來之後 然後 這是管理 那管理可能要有專業人員 就像紐約這種 他們還可以上市上規的 對 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動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其實 我剛剛講說 像在林口啊 或者其他這些地方 就是這樣 淡海行事鎮也是這樣 就選一塊地 然後就開始蓋 那講到那個就是太遠 對 那有些就是太遠 你根本就是 然後我 這個交通 我也是覺得很糟糕 有人說交通捷運很乾淨 他說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像我住天魔 天魔 那有一次呢 我要去內湖 美麗華旁邊 弄車子 那弄車子 我光 因為我平常都開車嘛 我光搭捷運 回到家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你以為這樣轉 然後我回去我Google拿出來之後 我就複打 然後Google拉出來 他直線距離是五公里不到 對對對 五公里不到 然後竟然 竟然搭捷運 因為我是搭木柵線 然後搭到南京東路 再轉 轉 轉 不知道什麼線 然後再到淡海線 淡海線到了 到了至山站之後 我就換New Bike 然後騎 騎車騎回到 到我家是天魔東路 嗯 在星王財源附近 這樣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嗯嗯嗯嗯 所以我 事實上我覺得 有些東西 比方說 比方說 我住天魔嘛 我們天魔很早就有一個 叫做 大概二十年前就有一個 叫天魔快速道路 是 然後二十年來從來沒有人做 嗯 經過馬英九啦 然後後來的什麼 嗯 二十年來從來都沒有做 那整個天我們都是靠中山北路 對 常常塞車 對 然後就是好像 一個 一個水池 它只有一個洞 它就下 下圍席嘛 圍席就是要兩 兩木才會活 對 那你就是只有 一百而已 那為什麼有一個快速道路在那邊 已經二十年 然後都是不動 嗯 而且我相信 像這種直線距離 我對交通也是跟住宅一樣 就是有很多想法 然後 然後會覺得說 假如假設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有些地方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參與的 對啊 那我就不知道說 哪裡可以讓我去 這樣 像你之前不是說 嗯 嗯 爆炊 難用到爆炸 那他們就集結起來 對啊 等於在家適用嘛 對 用起來覺得不好的地方寫下來 對 然後 當然他們會寫層次 會什麼 這很好 只是就是說 像我 我對交通 或者跟住宅 那有一個想法 那我有地方可以去 因為我自己不是很有人力的人 嗯 也不是支持很高的人 那有一個團體讓我可以去參與 嗯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都是很棒的感覺 就是說 不管是交通還是住宅 當然都是有關注的這些朋友 對 那我就是參與然後按讚 對對對 就是說首先你先幫他傳播出去嘛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的 因為在台灣就是對於居住正義這個概念 其實很多人是很同意的 但是具體來講 就是說有哪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就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就是第一個是說 讓大家就是有能夠參加的地方的 我舉例 好像說像 有一個叫做 玩我特色公園聯盟 那他們就非常專注 就是他只是做 讓小小孩玩的公園面 不要都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讓各種不同年齡層 或不同身心需要的小孩 可以就是在裡面更好的互動 那但是因為他這個訴求很明確 所以大家加入的時候 是比較知道 立刻就知道 那我要做什麼 而且比較知道說 現在這個公園哪裡沒有夠得上標準 那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 他改一點 大家就幫他拍手嘛 他也比較容易 那像如果是很大的政策 那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他本來就要一陣子才能夠調整 那但是像這種小的的好處 就是不管你是去加入 還是你去發起 大家等於先練兵嘛 先解決一些小的問題 那對彼此都有信任 有信任之後 就更容易發起比較大的活動 對 我也覺得就是說 我提的 之前提的那個題目太籠統了 所以參與的人沒有很多 對啊對啊 所以像不管是居住還是什麼 有一個叫做Ours O-U-R-S Ours 對就是都市改革組織 對那他們就有辦很多活動 這個倡議啊 或者是開一些記者會啊 包含繼續促進這個實價登陸 那我可以參加嗎 應該就是去他們的活動就可以了 對那這個我覺得就跟你想的方向其實很像 對那也他們也就一直在推出就是比較 確實可行的一些像實價登陸啊 或者是國家住宅都市中心要設置啊等等 那像剛剛講到的住都中心 就是國家住宅跟都市更新中心 那個就是他們運動的成果之一 所以那個也有網站 有空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就比較知道怎麼參與他們的活動 那我大概知道 那另外我想要請問我要怎麼樣增加智慧 是要有什麼方法或者是 什麼樣的學習或者是方法可以讓我 除了比方說meditation 是可以增加聰明嗎 當然可以啊 那睡覺也是很重要 每天要睡到八小時 我啦 有啊 我有睡 可是我睡覺跟你之外不一樣啊 沒有就睡前就是想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就是不急著說一定要怎麼解決 那只是說像我剛剛講說 別人也有做一些倡議 有做一些網站等等 就是也許是白天看一看 那但是不急著一定要做什麼 那在腦裡放這些然後睡著 我早上醒來就會冒出一些想法 那我也可以怎麼做等等 只是冒出一些想法 然後把它寫下來把它記錄下來 很多人說寫日記很有幫助 寫日記可以增加智穩 對啊就是把想到的東西寫下來 那你隔天再隔天再看的時候 可是我曾經聽一個人 好像是李登輝 他說你不要寫 我之前一陣子有寫日記 他說不要寫日記 因為寫日記是懲罰自己的一個 好像就是說 不太好 就是說好像非寫不可 但我講的是把你的idea 把創意寫下來 不是說把自己做 不是好像告解忏悔那樣子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是說把想到的主意 就是睡前把它寫下來 這樣睡覺的時候 腦袋比較有空間小心的 好像有耶 有時候就是你早上醒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靈感 靈感 所謂的靈感 就我們當然都希望說有你的智慧 但是就是怎麼樣去追求 或者是說訓練 所以想要問 對,我就分享我自己的方法 對,我了解